副总理张志贤说 内阁部长委员会是由他设立和领导的 并不是什么秘密委员会 这同内阁不实会针对不同特定课题成立的其他委员会相似 李显龙总理没有参与任何政府同李光耀先生雇居有关的决定 副总理张志贤说 由于李显龙总理已经表明不参与政府对欧斯里路38号的所有决定 因此他以主席的身份设立了这个部长委员会 成员包括负责遗产土地课题和市区规划的部长 也就是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傅海燕 律政部长邵木根和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 他说针对任何具文化遗产和历史意义的房地产 政府有责任考量他的公共利益 这当中就包括欧斯里路38号 但同时委员会也特别关注要尊重李先生的意愿 目前拥有欧斯里路38号的是他的小儿子李显阳 根据李先生的遗嘱 女儿李伟玲有权选择一直住在房子里 政府也数次表示不会有任何影响李伟玲居住在那里的行动 尽管如此 张志贤也表明他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假设李伟玲选择在近期搬出房子 就需要尽快做出处置房子的决定 第二在李先生逝世后不久他遗嘱的执行者也就是李显阳和李伟玲 就曾要求政府马上承诺会拆除房子 第三内阁中多名成员包括他本人在内都认为 应该由一些曾经同李先生亲自讨论过这件事的部长 为当届政府提供一些选项 张志贤说为了更清楚了解李先生对房子的想法 部长委员会写信给他所有子女征求他们的看法 并针对这些看法要求他们做出一些澄清 委员会已经委任相关部门去探讨一系列有关处置房子的选项 张志贤也同李先生子女们分享了其中一些选项 例如他告诉他们自己不支持两个极端的选项 一个是保留故居并且开放给游客参观 因为这将完全违背李光耀先生和夫人的意愿 另一个是拆除房子并在市场上受递 共建造新私宅 委员会也在考虑其他折中的选项 例如拆除房子 但是保留曾经举行很多重要且具历史意义会议的地下层饭厅 同时加入一个文物中心 这些选项都还在探讨当中 别说了 请不要よろ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们 不足 真的 并不足 我认识 本